雪月離 漢漢 作詞 作曲 作曲 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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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落的雪 scent затем裡 寒冷自顧 他一口气 模糊了前路 月光知道 我所有的击途 不过是在你心口 写一页书 然后我就笑着哭 默默在心里住一个湖 接受所有悲情的义务 连遗憾也不敢辜负 然后我也不认输 慢慢拒绝着苍生的苦 走过寒冬香依旧如骨 等春色再云然归途 主君猜得没错 继书然真的去找了太不令 先是长公主府外有鬼火 后是去江家驱邪 太不令 如今已不是朝廷的太不令了 那就趁机一网打尽 这是太不署的地图 我已经派人全部摸透了 主君 江二年子到了 主君 江二年子来了 深夜打扰 不知道苏国公在忙于公务 还望见谅 无妨 不过是下下棋罢了 阿里可有兴趣一起啊 我来是有事相求 所以不便多留 又有事求我 与你有利 所以不算冒犯 说来听听 苏国公可想除掉太不令 你偷听我说话 我是跟着苏国公的人来的 自然没有机会偷听你们说话 不过现在看来 我来的正是时候 是因为江家除岁的事情 是 我的后母说动了父亲 想请太不令来家中除岁 我想此事并不寻常 仅凭他一人之力 并不能说动太不令和谋 我思来想去 我得罪过又能管辖太不令的 只有婉宁长公主一人 太不令管辖宫廷挪契 事关皇家 如今令头他主 苏国公 你岂能坐视不管 聪明 苏国公这是答应了 说说你的要求 帮我找个擅长口计 且会赋予之人 仅此而已 对 好 多谢 就不打扰苏国公了 我先告辞 阿黎 你方才说什么 什么 你方才说与我有利 所以不算冒犯 我知道我欠苏国公太多了 心里有些慌 找个理由搪塞自己一下 我以前想着 我欠你的事一样一样还给你 现在算算 已经还不起了 别还了 那你就亏了 亏得起 那我先走了 那太部署那边的人手撤了吧 是 可见二娘子只身一人 如何面对整个太部署啊 无妨 我亏得起 他就亏得起 这些二娘子 有人脱底了 真好 今儿军棍就免了 我心情好 明天的事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 亏我悉心教导这么多年 居然被一个黄毛丫头逼入绝境 竟还要砍了我的手 去给柳文才磕头赔罪 真是一个个都疯魔了 父亲还有脸说教导 从小到大 你只当我们姐妹 是你攀附权贵的工具 若不是你的细心教导 姐姐怕事 也不会如此疯魔了吧 你还当我是你爹吗 你还知道自己是爹啊 那你就该做一些为人父 该做的事情 什么意思啊 你即刻写奏书 向圣上辞官 说 子不教父之过 愿意替发为僧 去佛前 日日为亡顾之人念经赎罪 你疯了吗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救下姐姐 为了你姐 那你就要舍弃你爹呀 你去庙里只是暂住 等风头过来 我会找个由头 把你再接回来 继续过你的荣华富贵生活 你话说得好听 此事闹这么大 鬼知道我在庙里待几年 才算风头过来呀 若是你不肯帮姐姐 那么你失去的 就不止是一个女儿 你 你 老夫人 药已经备好了 今晚虚实会送过去 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 偌大的一个江家 我以为我已经看顾得不错了 没想到还是让夜市 找了济世的道 那孩子去得早 留下个二丫头 已经够可怜的了 天我又不信她 什么弑母杀弟 一盆脏水朝着她就去了 叫得她是心灰意冷 现在想起来 简直是荒唐 老夫人 也不必太过自责 当年夜市在的时候 那即使还在外头 老夫人 你就是再仔细 也防不了外面的呆心哪 不用安慰我 错了 就是错了 老夫人 二娘子求见 二丫头 你该多歇息才是啊 祖母 我想问一问 祭室 要如何处置 江礼 江礼 你的明帖啊 下来了 快看一看 沈学师给你批复的什么 这次啊 红卢寺将接待分了门类 我 柳絮 还有叶表哥 归礼部调刑 负责沿途和踏设的接应 月宫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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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欺负人的吗 你弹琴明明那么好 还让你和那些乐器一起 弹一些普通的曲目 这算怎么回事啊 沈学师主管哪个部分 沈学师 当然是统领全局了 还让你和那些乐器一起 他在汉林院和众人一起负责 编修和整理 送给大昭的典籍 这可是此次会盟的重中之重 沈玉柔啊 沈玉柔 你如此怕我接近你 究竟是怕自己有什么把柄被我找到 还是怕婉宁会为你发疯 做出什么落人把柄的事呢 看来最新露出马脚的 看来最新露出马脚的 会是你们 这不是明依堂碎士中的魁首吗 来我们月宫簿做什么 不该去独奏吗 家二娘子 这琴碰不得 这是萧先生的琴 那我的呢 你跟他们一样 在那儿 我要见萧先生 谁要找我 我看你 没有 我闻 你 我先 快 有 我不是 你 是吗 心高气傲 可是你看看这教方司的月宫们 个个也都是心高气傲 要是不拿出点真本事 怕也镇不住他们 沈公知你情意一流 这才想让你过来 也好给他们做做榜样 姜二娘子 不会放不下你高贵的身段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